对于伊朗核问题的实质,众说纷纭,有人说是坚持维护和不扩散体系的问题。 一旦伊朗拥有核威慑力和不扩散体系,势必会进一步被打破,核安全势必难保。伊朗的公开言论则认为,他们是在合法行使本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,外界无权干涉伊朗的这一合法权利。 从中东的宗教和民族关系来看,问题似乎更加沉重。中东的历史一向是各种文明交融和冲突的历史,中东的土地一向是各种宗教和民族冲突的舞台。中东主要民族关系的平衡一旦被打破,新的冲突就会席卷整个地区,直至形成新的平衡。 美苏冷战在中东地区最早决出胜负,1979年埃及同以色列在美国主导下实现了和平,标志着苏联的失败和美国的胜利。 历史上的伊朗曾经是世界上第一个超级大国,伊朗的崛起,特别是拥有核威慑力的伊朗的崛起,势必会对中东新的势力均衡带来巨大的变数,引发难以遏制的核竞争。 以色列是目前中东唯一拥有核威慑力的国家,也是被伊朗视为似敌的国家。 对于伊朗的核崛起,以色列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,在同整个阿拉伯世界实现和解之前,以色列契合与中东无核化进程是难以启动的。 但今天的伊朗毕竟同2500年前的波斯帝国有着本质的不同,阿拉伯人是绝对不会面对可能拥有核威慑力的伊朗而无动于衷的。 显然,除了国际行为、准则以外,伊朗面临的压力是多方面的。 如果伊朗在多重压力面前拒不妥协,势必给外部势力的军事进入制造口时,而外部势力的军事进入完全有可能打断伊朗崛起的进程。 从一定的角度看,伊朗核问题的实质,是伊朗如何确定自己的国家地位问题,现行国际行为准则在这一问题的体现,就是不可算核武器条约必须得到尊重,同时尽量避免军事解决。 可以说,这两项的前者是解决伊朗核危机应该坚持的底线,因此,伊朗核危机也存在着最终以武力解决的可能。 图文编辑,徐厚冰 图文编辑,徐厚冰